On this vote, the yeas are 69, the nayas are 27 周三,美国国会参议院已超过三分之二的多数批准了一项气候条约修正案 2019年蒙特利尔议定书基加利修正案 这项修正案由124个国家共同签署 敦促各国在2036年前将制冷剂轻浮碳化物的使用量减少85% 轻浮碳化物被广泛应用在冰箱和空调中 是一种超级污染物会破坏大气臭氧层 当天两位共和党参议员丹沙利文和麦克里 还提出了一项附加条款 即要求美国国务院向联合国提议 终止中国的发展中国家地位 参议院以96票对0票通过了这项要求 如果联合国和世贸组织不再认定中国是发展中国家 则意味着中共享有的一些特殊待遇将被取消 如世界银行低息贷款 不对等贸易关税等等 举个不是特别合适的例子 就像有一些中国大陆新移民来到美国 装作是这个很穷的人 申请美国政府的一种补贴 但是同时他实际上很有钱 经常愿意炫耀他的那些名册呀豪宅呀之类的 那现在美国政府发现这些人实际上是有资产的 那取消了他这些补贴 那他那个心情会怎么样 我想中共的那心态跟那个也差不多就是这样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金时纽约报道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金时纽约报道